您说您这么一个大老板 怎么来相亲了呀 这好像听起来曾经那么辉煌 包括现在您看您的谈吐 您的这个胸怀大志 或者对未来的生活的这种状态 也是挺好的 是 怎么会单身呢呢 后来我检查我自己 可能我自己也是没有用心 去经营感情 因为我那时候光想了 一门做一番事业 所以感情上可能顾忌的 也不够多 也不够 所以就是婚姻一直就这样 一直就没有认真去对待 您是很年轻就成家了吗 也不是 也是晚婚 或者30日快30日的时候 才结婚 但我们家就算晚婚 那两个人是怎么认识 怎么在一块的 也是别人给介绍了 就在一起 就结婚了 那时候也跟这个人 应该也不错吧 一开始 也不是 后来就没怎么在一起生活 结婚之后 后来有了孩子 然后就分居了 一直分居 为什么分居 就是性格不合吧 俩人性格不合 他是做什么的 他是医院的 医生吗 就是也是大学毕业医生 对 怎么就过不到一块呢 那可能俩人的这个经历 理念都不太一样吧 人家可能就是居家过日子吧 我可能就是要干事 所以两个人的理念 可能就不太一样 所以就很 那什么原因导致你们分居的呀 是有争吵吗 还是发生了什么事 没有争吵 那为什么分居啊 他回他母亲家了 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是不是也见不着您 您这每天忙吃也不着家 没人照顾他们 对 生活费啥的 照顾 白啥都有 我觉得这两个人 要是感情好的话 这都不是问题 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 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平 但是 都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很少 女儿还是儿子 儿子 所以在儿子很小时候就分居了 对 孩子你也不太亲吧 一直跟着妈 亲啊 亲啊 你这不是一直都分居吗 你有时间 后来之后他孩子 他有个孩子比较挑皮 男孩吧 比较挑皮 他不要孩子 他说你孩子我不能要了 孩子太挑皮 我说那我想儿吧 后来我问我孩子 你喜欢干什么 他说他喜欢练武术 然后我就把他送到学校 然后他就练武术干啥的 那个时候就接触了好两三年 他就是我经常去看他呀 经常跟他谈心呀 那时候接触了很多 所以从那时候还是有孩子 孩子等于住校 对 现在呢 儿子 现在儿子大学毕业 在哪儿啊 有工作了 有工作 在老家吗 准备可能下部来北京 所以和儿子感情还不错 对 但这段婚姻一直就是名存实亡 对 哪一年彻底离婚的 12年彻底办那手艺 您这个发家致富业比较早 对吧 这个和爱人又分居了那么多年 就没有女士喜欢您吗 或者您没喜欢上那个姑娘吗 这个呀 你说的 您为啥呢 我是专心 是我这个人就是 一个人一个做事的风格吧 就是我做事就比较专一 我想做什么 我就一定要专心地去做什么 所以就对工作上 可能要用的精力比较大一些 所以在个人生活上 也没有自己喜欢的 也没有用心去找进 那总有人喜欢您吧 有 但是我不喜欢拍呀 就是这样是多 为什么不喜欢呢 我觉得可能思想上 那啥不是在一个层次呀 个三观呀 人生观 价值观不是多 那个啥的 多一致的 我觉得这样的婚宴 就是在一起也是很别扭的 她这样的应该很多女士喜欢 所以我问问你们两个的感觉 比较欣赏 如果她也图一的话 也可以上去焦虑一下 那讲讲您现在生活状态吧 我看您最后一个关键词说 回归田园生活 是 这种什么样的生活 这是我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觉得人生到这个时候呢 就是生活要讲究生活的质量 就是空气 阳光 水 这是最大的三个要素 其实我很喜欢那种田园生活 自己种点菜 养个鸡 然后我向往这种生活 所以我也想往这个上面发展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北京周边 找一些这个山里边 有农家类的小院 我想弄一个小院 我想那是我一个最喜欢 待的一个地方应该是 因为我还没有经历过 正常跟一个女士去谈一次恋爱 自己也想有一种那种 轰轰烈烈的恋爱 我想我看看 从现在能不能找到一个 自己所爱的人 谈一次好好的谈一次恋爱 这是理想化的生活 还有好多事情想做 就是养老田园生活 可以周末闲的时候做的 平时的时候还可以 去做点别的吧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田园生活 不是 不是每一个人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说人人都喜欢 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 你如果说你要真是说 这是我一个定势 就是我未来可能到了60岁 我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地方 过一个小神仙一样的生活 那还是要等待这样的女士配合你 是的 然后才可能有这样的生活 谢谢 我觉得叔叔应该挺好找的 因为首先您看您的外形特别好 就是很多女士会喜欢您的这种外表 包括身高 我想替他们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您今年55岁了 依然很年轻 您是不是之后就彻底地享受这种退休生活 还是说依然想干点什么 两种准备 就是说一种 其实能干事业更好 如果女方支持 或者我们一起干 这样是最好的状态 如果女方不支持 就是说咱们要周游世界 或者咱们就过来 我也同意 也可以放下我这些东西 我是一颗红心 两种准备 对 我特别希望既然您今天决定说来选择 找伴侣也好 找爱情也好 既然咱们已经决定回归生活了 咱们就在这个年龄段把事业放一放 对 所以我倒特别希望您也找一个 就是比较喜欢田园生活的人 跟您一块去到郊区 两个人过过二人世界 他也不用带孙子 您这边也没什么负担 然后游山玩水一番 可能前半生我们辉煌过 也曾经失败过 那我们后半生就回归平静 回归平淡 咱们去弥补一下 前半生没享受过的这种安宁和平和 是的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的女士要上场 我们今天一共两位女士 这两位女士呢 刚才跟编导说 都想上来跟您聊聊 都挺喜欢您的 咱一起见见吧 行 来 有请我们一号二号 两位女士上场 有请